所以那个时候 你是在吃醋吗 不跟你说了 我要去看书了 这么用功 好的东西都不懂的 职场新人 不能调练的 我的天啊 都这个点了 我眼睛都快粘在证据链上了 完全没注意 还要多久才玩公安 估计还要一会儿吧 不过 今天幸亏有上官老师手把手教我 不然我不教过东校的做过 手把手 那可我可不答应 你在开玩笑我挂了啊 你到家了吗 我今天 估计要到庭晚的 你到家就早点睡吧 不用等我了 很晚是多晚啊 多晚也得休息吧 《劳动法》第五百二十条 明文规定 不得占用别人女朋友 恋爱的事情 那你肯定是 没仔细阅读第五百二十一条 医生和律师 不在劳动法的保障范围里 你越来越想我女朋友 都能顺着我 胡说八道接下去 你越来越想我女朋友了 小款都能限编了 人年纪大了 记性不好 我刚刚编的事 多少条来着 五二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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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得去忙了 你早点休息吧 去吧 下班了 记得给我发信息 你们看到的便利刷导报 等等 老板 老板 其实拍了很久 好 好 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